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爱与智慧的作品 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理解这一切 你就能够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始终一致的作品 一个把目的、手段和结果天衣无缝地联系起来的作品 每一样爱都有一个目的 所有智慧都通过中间手段来实现这个目的 通过这些手段来达到有效、有用的结果 因此宇宙是一个体现神性之爱、神性智慧和各种易用性的作品 那么可想而知 在各个层面上 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连贯的作品 在爱的启动下 通过智慧不断地产生应用功能 组成了宇宙 这一事实是所有智者都可以领悟到的 就像他们在镜子里看到一样 一旦对宇宙如何被造 有了大致的了解 他们就可以专注于细节 这一字真实的基督教 四十七节 核心理念 应用性是一条双向的通途 正如世界上许多东西对我们有用一样 我们也有可能对他人有用 为朋友、家人、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 做出使其生活更美好的作为 这里告诉我们 应用性如此的协调一致 川流不息 是神性设计的一部分 这个模式揭示 宇宇宙是一个单一的、协调的、有意义的创造 反思 想一想你在生活中感到真正有用的时候 对于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这有何提示? 可否想象一下 你经常履行类似的异用作为 是什么情形?